你俩一定得帮帮我 我今天要是招呼来两位高人 我明天就被开了 赶紧的吧 我这学校一抵事 这不快放假了吗 我不逼你忙 我可是论时间收费的 我知道你俩忙 一会儿你进去就跟我们领导应付两句 你俩就说对这个工作不感兴趣 应付两句就走 行行 赶紧的吧 好好好 荣总 按照您的要求 一个清华 一个北大 二位都介绍一下自己吧 My name is Peter 刚从美国回来的 目前正在北大工作 我呢就比较简单一些了 我刚从香港做挥机挥过来 现在在清华工作 不错 是这样的 我们公司呢想招聘一位股票操盘手 不知道二位有什么想法呢 说到这个股票操盘手 我觉得我完全可以承认 不过这位朋友好像是亲华的 想必对数字那是极其的敏感 这个工作非常莫属啊 我当然可以做得来 但是您看您是北大的 那对经济是十分的了解 所以非你莫属啊 我看二位如此的谦让啊 是不是觉得我们这个年薪 三十万太低了呢 那要是这样的话 我给我们老总打个电话 问问他能不能把这个年薪 再往上调一调 稍等 毕克 招待一下 放心吧 不是啊 老杨 你不有丝吗 你赶紧吧 我不是要紧急 你先走 要不等会领导给扒你了 快 快 哥 咱咋这么信心的同学 这个工作得给我啊 我敢说同学 来 毕克你坐下来 你吸不起的上学那会儿 谁搬了一耳楼往你掘底板上没牙膏 哎 还有你狠呢 弄完牙膏以后 甭毕克大脚模样 往上知翠能奉行 好嘞 还有一次 大夏天的 干什么 你刚睡着的时候 把你电锅给插上了 伴着夜热 你起来时说胡话 你知不知了 哎呀 我也没你狠 毕克 他直接撒上二斤白大糖 补上秒床大秒杯 回头我一献开你 西西九年 成八字低卦 你俩平了 你俩说两句就赶紧走吧 走在哪走啊 我不走啊 我在北大这么些年 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那我更不能走了 我在青花带也不是白带的 来来来 请坐 哎呀 好消息啊 我刚才给老总打电话 他已经同意了 年薪可以涨到四十万美金 哎呀 哎呀 不过只能招一个人 哎呀人呢 没有事 回功夫啊 你还回功夫 一个人皮毛 就这么讲吧 三五个人进不了市 打他们青次六的 哈哈 我最喜欢会功夫的男人 来来来 你教我两手防防狼什么的 哎呀 一半来讲啊 小姑娘相继 最容易受到攻击的 就是碰到坏人 从背后一把包住他 来呀小姑娘 我给你做个示范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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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哪都有你啊 怎么哪都有你啊 想做示范 我帮你来 哎对对对 这样我看到仔细 来 哎 请坐 从背后包住是吧 哎 哎 走吧你 哎 你怎么冒累 你怎么里面包 你看看 我一片切了你 领导 我认为 最大的伤害 莫过于我们生活当中 那些不良的习惯 对 而我呢 略懂一些中意 你还懂中意 那当然 来 领导 把鞋给磕了 我给你打把那边 腰不腰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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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见你小姑娘面 就莫莹脚模样 啊 来 你现在给我挑挑看 你现在赶快把鞋给踹上吧 要贯中朋友 就坚持不了多久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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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位都是人才呀 依我看 以二位的实力 不出一年年薪肯定涨到五十万美金 容总 高了 搞什么搞 就以我这个文化底蕴 还不值这个家 文化底蕴 来文化底蕴 这四个字怎么写 你会吗 你甭管我会不会写 反正我的足迹是遍布北大的每个计较感啊 哎 哎 这你倒说谦虚了 北大校园里 多少辆子行车 班车集电法 有多少建冰果态 有没有你不熟的 你这么夸 你这么夸 我不跟你讲 容总 那时候年轻啊 跑得也快 你跑蹭蹭的 尤其是一起步 哎呦 特别赶 机场 你说因为有这个特点吗 朋友们 当年在北大 你也不熟 小毛头 哎 我算你那会儿得了个什么奖项 半级的最高奖 尽锁奖 哎呀 行了 你不用说了 我看我还是找那个庆华毕业的吧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嘿 庆华 你过来 你问他 两位苏赢你的价钱法那么散 我真叫你开心了 两位苏我这三五元别得了 二十加二十 这价个十 太简单了吧 五十对不对 哎 哎 那四伯 那价钱五十都不害羞吗 错了 你也被吓嘴啊 门票呢 你提我什么声拿过门票 你不是说胡话吗 来 我吃鸡 我吃鸡 别说了 你全跟我说漏了 我告诉你哈 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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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忘了 踢手 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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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你没人话 我就找一帮人给摘错 好不好 不美臭屁